听说上我课的都是小聪明 那我就要来考考大家 十分米等于几米 那么米的英文单词是什么呢 不知道了吧 那今天就跟着花小葵 好好认识一下米这个单词吧 单词meter的发音很简单 字母1的发音是E RE的发音是R 合起来读就是meter 单词meter的意思是米 用作名词 它是一个长度单位 可以缩写成meter 比如说 one meter或one meter 一米 ten meters或ten meters 十米 同学们要注意了 单词meter是一个可数名词 当它变成复数形式时 可不能忘了在后面加上小尾巴S 咦 上面的这个meter是不是写错了呀 难道我买了盗版货 meter没写错 你买的也不是盗版 我可没欺骗阿道 实际上meter和meter都能表示米 只不过meter是英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美国人更喜欢写作meter 同学们还能想起类似的单词吗 我来举个例子吧 center与center 它们都能表示中心 只是英美书写习惯不同而已哦 单词meter的这些知识点 你都掌握了吗 再来复习一下吧 单词meter可以这样记忆 先把它拆成me t和re三部分 单词me的意思是我 t是特的拼音声母 re可以用拼音读作热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只跑了一米的我 就觉得特热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好记多了 阿道 你帮我看看有多少米 啊 桌子像只有尺子 没有米 哎 此米费比米了